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儿,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在德云社有这么一群神奇的编外人员 他们比相声演员还要精通说学逗唱 既能捧又能斗,唱得了太平歌词接得上传统戏曲 只要绝儿们开口一个手势,就没有他们接不上的 而这个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咱们能文能武的德云女孩 提到德云女孩,那绝对称得上是追星饭圈里的一股清流 别家粉丝追星都是打的灯牌荧光棒 而德云女孩打的却是玉子快板 众所周知,张云雷唱功在德云社是数一数二的 对京剧成派唱枪等等都是颇有研究的 曾有一次,张云雷空降三庆园时 抽查了队员九历一段乾坤带 而台下的德云女孩在听到熟悉的吊石,瞬间接了下去 听完全城的张云雷啊,双眼含泪,竖起大拇指的直言夸赞他们 身藏不漏啊 足以见得,德云女孩们是有多优秀 不仅如此,就连张云雷经常在台上演唱的成派看家戏 索琳囊 一首高难度的曲目《德云女孩》啊,也能信手拈来 就在哈尔滨小剧场的一次演出中,张云雷一开口便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大合唱 而德云女孩们啊,整齐划一的演出令台上的张云雷既惊讶又感动 不过,德云社人气高的不止张云雷 玉云鹏啊,比起他来,那是丝毫不差 就在一次演出时,玉云鹏刚开口唱了一句,就被德云女孩啊,接着唱了下去 看到此情此景,玉云鹏无奈的说了一句 其实,早在之前,德云社的网红艺术家秦潇贤就曾在采访中提到过全能的德云女孩 直言表示,我不会的,他们都会 而除了会唱,德云女孩们还是一群捧跟高手 在王九龙、张九龄表演的《论捧斗》中 便上演了上千人给王九龙捧跟的场面 而看到自己工作,被抢了的张九龄记得大喊 前面有了王九龙的千人捧跟 后面自然少不了孟赫堂的千人忽顶 在孟赫堂、周九良表演《当行论》时 便出现了千人忽顶的场面 不得不说,德云女孩的业务范围要是越来越大 为此,张赫伦变着法子考验德云女孩的功力 在一次专场上,张赫伦在台上轮番演唱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金湾,金湾,金湾,一朝,刺者,倾向》 人家会,还勉强合格 《那朱皇宫,贤友,朱党双》 声音怎么还回暖了呢呢呢 《那汉高祖有道》 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可以了 一句就嫌你会了 人家又接上来了 《白蛇传》、《御棒相争》、《韩信算卦》等太平歌词选段 本想好好地为难一下全能的德云女孩们 结果无一例外,都被接唱了下来 搭档看似情景直接调侃道 你还有会的吗 你还有会的吗 容我三思 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 郭德纲常在台上唱的《西香记》 竟然被德云女孩们拿来蹦迪 不过每当看到德云女孩们 认真研究起了各种的传统文化 就会令人想到张云雷曾在台上说的那句话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